您好,欢迎收看9月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,我是陆宇慧 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,它终结了2019年8月以来没有台风登陆台湾的情形 而结构扎实台风也清晰,在3号晚间是风雨越来越剧烈 花联县灾汉应变中心也在3号白天召开了准备会议 由县长徐政卫亲自主持,呼吁各相关单位,其乡亲要做好防台准备 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真的来势汹汹 终结2019年8月以来没有台风登陆的情形 结构扎实,台风也清晰,3日越晚风雨越剧烈 花联县在汉应变中心于3日上午召开第二次灾中应变会议 有县长徐政卫主持作证,要求相关单位掌握最新讯息 相关参会都会对于我们台风的行资来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专业团队来报告,我相信会更清楚 但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,这个提醒大家做好防台 还有尽量不要外出,千万不要外出 那如果外面有密合的状况,一定要随报到这个应变中心来 针对海葵来袭,县府已发布124条土石流浅室溪流 及移出大规模崩塌浅室区黄色警戒 各乡镇目前也撤离约近2000位民众至收容所 隔岸寒洞也因路面积水无法通行,预防性封闭 部分路段也实施预警性封路 而东大门国际观光夜市3日暂停营业 将持续要求相关单位掌控严防灾情发生 并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 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讲邦彦华女士报导